医生福利部各自便宜協作 每人来聘工到照顾博物馆的品质管理 代表几位住院友善照护病房的专区 187年都应该医生福利部班长 向于全国优先照顾34件便宜这一 当于便宜下得医生福利部班长肯定 向于全国优先照顾34件便宜这一 对于优先照顾模式是符合到 现在社会社区的五合政策 也就是讨论公平照顾博物馆 提醒到照顾品质 减轻家序照顾负责 减轻到厚利人员工作的负责 减轻到依赖感染 当时出现照顾的真正 尽管有好的来源 住院友善照护提供我们专业的照顾服务员 他们领有照顾服务员的结业证书 甚至于领有国家级的一个证照 能够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专业的照顾 让病人能够放心 家属能够安心 另外在费用的部分 因为是一个公聘的制度 所以他的每天家庭应该要负担的价钱 能够降到最低 也能够维持家庭的一个完整的运作 我们一开始的我们还是结合了 我们的社会的这个资源 让我们的这个照顾呢 从弱势从中低收开始 未来我们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会让我们的病人或我们的家属 如果需要喘息服务员的 或者是必要临时 我们有办法亲自来照顾 陪伴我们病人的时候 我们会慢慢的扩展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模式 那我们一再跟同仁的强调 我们要做的 要是温暖的医疗 除了专业的照顾之外 要多一点人性化的服务 要多一点温馨 多一点关怀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获奖 让我们的同仁更有信心 更觉得更有干净 那我想这是家居病人 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的开始 港医病人推动 大营优先照顾模式 只要是病人合用 按用照顾企画的作品 社会合理企画安定的对象 但请家庭定卫 这是香港新家庭定卫 以中间收集好优先 经由港医病人的疑似并 需要大营 而且有大营优先照顾伺求的人 可以向大营优先提出心情 或合适大条件的人 可以安排大营优先照顾 北方专库的团队 港医病人在病人的 整台中的主动 来各地相关的流程和消息 让副合适用条件的民众 提出心情 拜登日堂的优先顺素 最新新闻 竹林孙 王小帥 港医期 蔡宏博都